各位同学好 今天我们的营养学课程是要介绍开胃菜能够促进食欲 我们的教学大纲就是介绍开胃菜就是能够促进食欲 而且我们要慎选油脂的来源 每天要捂蔬果 它有优点 那教学的目标就是要认识并了解开胃菜就是能够促进食欲 认识并了解胜选油脂的来源 认识并了解每天摄取五蔬果的优点 那首先我们先讲一下中医养生的方法 那中医养生的方法像蓝板根或者是土狐林 牛庞子 黄芪 黄尘 还有薄荷 桑叶 黄蜂 莲翘 这些药材 我们可以呢 用小火慢慢的煎熬 然后当茶喝 那黄芪跟红枣啊 本身就是很有名的提高免疫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材 也算是 红枣算是食材 那土狐林 莲翘跟野菊花 也都是具有清热和解毒的功效 那黄芪跟红枣是可以提高免疫力 黄芪可以清热去去灶去湿 还有退烧的作用 连翘呢 有抗菌的作用 都是具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药材 那至于在开胃菜的介绍这里 我们就是说 开胃菜就是能够提高我们的食欲 在中国餐点的文化中 文化上 比如说像西方的文化里 都一样 不管是中餐西餐 都是有所谓的开胃菜来促进食欲的 尤其是特别讲究的就是西餐啊 或者是法式料理 特别就会把这个开胃菜放在最前面 那日本人呢 最爱用酸梅来放置在便当中 便当的中央来当作一个开胃菜 因为呢 酸梅非常的下饭 可以当作在便当的中央 很像日本国旗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说 事实上是非常简便 而且有养生概念的 就是说这个酸梅 不仅是有他们日本国旗的概念之外 还有这个养生的概念 因为它就是开胃菜 可以促进食欲 那通常这样的开胃菜 就是标榜的能够促进食欲的一个健康食品 那通常可以当开胃菜的原料 就像生菜沙拉里面呢 我们最常用的蜗具啊 菜心啊 高丽菜啊 芽菜啊 豆苗啊 木树苗 还有小黄瓜 大黄瓜 番茄 萝卜 红萝卜 还有西洋芹 洋葱 青椒 甜椒 牛旁 苦瓜 还有薄葱 这些都是一个可以当作开胃菜的一个常见的一个原料 那另外还有一些像乳品 包括优洛乳 优格 养乐多 等等也可以当作 当作开胃菜 因为它就有那个酸甜的那个效果 那其他的泡菜类 那其他的泡菜类像 小黄瓜 大白菜 高丽菜 萝卜 红萝卜 芥菜 萝卜 菜心 海带 浓虚菜 石花菜 莲藕 牛旁 柏旗 这些也是一个 泡菜也是一个开胃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素材 那这些还有其他的腌制品像大蒜头啊 还有那个桥 鹿桥嘛 就是还有竹笋 小黄瓜 就腌制品里面有大蒜头 竹笋 小黄瓜 大黄瓜 萝卜 芥菜心 那大头菜 青芒果 青橄榄 黑豆 黄豆 里子梅子 还有水果类的话呢 就像番茄啊 香蕉 苹果 芒果 荔枝 火龙果 水蜜桃 还有木瓜 奇异果 凤梨 柳丁 柠檬 草莓 葡萄柚 跟梅子 这些都是可以当作开胃菜的材料 那开胃菜是着重于它的酸肝清润的特色 也就是说开胃菜本身它的这个本质上有属于是有酸甜 酸甜酸甜的有就是所谓的酸肝清润有那个润喉的那个促进促进这个唾液腺分泌的这种特色 一般我们像可以把生鲜鲜的水果加入菜肝中就能够取它的特有的芳香 还有色泽鲜艳又符合所谓的低脂啊低卡路里 还有高纤维的营养健康诉求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色 这就是开胃菜的一种特色 那开胃菜最能够刺激而且增加消化酵素的分泌 那这种酸甜口感的这种开胃菜 那这种酸甜口感的这种开胃菜最能够刺激我们的口腔 唾液腺的分泌还有胃酸胃液的分泌 所谓的望眉止渴啊 就是唾液腺的那种分泌啊 也可以增加消化酵素的分泌 促进肠胃的蠕动 进而增进我们消化以及吸收的这种作用 那木瓜含有大量的木瓜酵素 也就是说有很多水果中间哦 就有很多大量的一些消化酵素 像木瓜就含有大量的木瓜酵素 奇异果就含有大量的蛋白酵素 那凤梨就含有大量的蛋白酵素 称为凤梨酵素 那餐后吃这种水果 本身就是希望能够借由水果里面 有效的这些酵素呢 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肠胃的一个 消化吸收的功能 那膳食纤维素可以促进肠胃的一个蠕动 蔬菜水果中的膳食纤维素 可以促进肠胃的一个蠕动 能够与肠道中排毒的一个毒性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说我们肠道中如果有毒性物质 那么纤维素就可以跟它混合结合 而促进胆酸的排泄 而且能够增加排泄物的实体跟含水量 而使得粪便非常的柔软 那就很容易排出肠 就是有益于 很容易帮助肠道的排泄功能 这个就是膳食纤维的一个功能 那吸收 消化吸收不良的 的人呢 他应该要多吃这种含有丰富酵素的食物 因为植物中的像果酸 膳食纤维素 以及酵素 都是能够促进食物的消化吸收的 其中以木瓜的木瓜酵素啦 凤梨的凤梨酵素 奇异果的蛋白酵素 还有瞿镜里面的瞿酵素等等 的酵素都含有含量很多很丰富 那这些奇异果的蛋白酵素呢 也是非常有名的 那木瓜啦奇异果啦凤梨中分别抽出来的这些木瓜酵素 奇异果的蛋白酵素 还有凤梨酵素 这些我们也都是可以称为说是一种消化 消化酵素 它是能够帮助我们人体消化吸收 那所以对于那些消化吸收不良的人呢 就应该多吃点这些 这些木瓜奇异果凤梨 这些含有丰富酵素的这些食物 因为它就能够促进肠道的消化吸收的功能 而且还可以调整体质 我们应该要善用盛产期的蔬菜跟水果 因为当令的蔬菜水果生长非常良好 价格又便宜 而且又含有丰富营养 丰富的营养素 还有膳食纤维 还有酵素 那这些酵素还会可能呢 还是一种消化酵素 比如说像那个蛋白的一个酵素 蛋白酵素就是 还有木瓜酵素啦 以及凤梨酵素 它们本身就是可以当作是一种消化酵素 所以呢 也这些消化酵素呢 比如说在那个餐饮业者来讲 我们就可以利用木瓜酵素 凤梨酵素当作嫩精 当作那个牛肉啊 或者是猪肉的一个嫩精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把它单单的萃取出来 这些木瓜酵素 凤梨酵素 我们可以把这些酵素当作嫩精使用 跟这个牛肉腌制一下 一起腌制一下 就可以使得这个肉品呢 就会有特别的嫩 好吃 那所以我们应该就要善用这个盛产期的蔬菜水果 来当作三餐的开胃菜 因为它就含有很多的这个消化酵素 可以增进肠胃道的消化能力 那饮食中的食物跟癌症的关系 也就是说在整个饮食 除了饮食里面的食物之外 还有饮食习惯等等这些关系的研究 在从1970年代开始到现在 都还继续陆续很多的研究学者 针对了饮食跟癌症的相关性 他的结论就是说 高油脂的食物或者是缺乏蔬果的饮食组合 这样的人呢 平常喜欢吃这种高脂肪 而且缺乏蔬果的饮食组合的人 非常容易得到癌症 后续也有很多的证据指出 就是肉类啊 或者是全脂乳啊 乳制品中的饱和脂肪酸 才是真正致癌的元凶 也就是说这里面呢 高脂肪或高蛋白缺乏的一个蔬菜水果 其实呢 事实上造成这个致癌 是因为肉品或者是全乳制品中的饱和脂肪酸 也就是说饱和脂肪酸 才是致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吃大量的脂肪 尤其是肉类的脂肪 对于男性 就是会增加色护腺癌的风险 那肉类的脂肪呢 会在肠道中增加形成致癌的化合物 那另外还有一个 危害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问题 就是反四脂肪酸 因为反四脂肪酸 它也被证实说是有危害心血管的一个健康的 这个是在哈佛的研究发现说 会危害心血管健康的反四脂肪酸 像液态的植物油经过了氢化 氢化处理以后 转为固态或者是半固态的油脂 这个时候呢 会形成一种氢化的油脂 那产生氢化油脂的同时呢 就会产生所谓的反四脂肪酸 那这个反四脂肪酸呢 通常就是存在在许多的加工食品里面 也就是说 这些氢化油脂 就是都是放在一些加工食品 像饼干啊 这些烘焙制品就换了很多这些氢化油 那这些也会增加停经后 女性这个体内的雌激素 而提高了乳癌的风险 因为它就是会 它的这个receptor呢 跟雌激素的receptor是很类似的 所以呢 就很造成所谓的乳癌的一个风险 那食肉族的罹患大肠直肠癌的风险就非常高 也就是喜欢吃肉的人 他们得了大肠癌或者是直肠癌的风险 就会比一般的人高 这个就是在国外呢 曾经研究说 让这个健康的男性 吃那个没有肉的饮食 跟那个或者是说含有大量肉类的饮食 这样的一个比较 发现呢 吃大量肉类的男性 他的粪便中致癌的化合物 显著的增加很多 那这个饮食中含有大量动物性脂肪 又称为说 就是说又就是说他吃了很多动物性的脂肪 但是却很少吃蔬菜水果 缺乏膳食纤维 那也就是说 缺乏膳食纤维 缺乏矿物质 维生素矿物质 还有抗氧化剂的这种食肉族来讲 就喜欢吃肉的这个主群的一个人们呢 他就是很容易罹患大肠直肠癌的风险 就是很高的 那所以呢 这个研究的报告呢 就发现有这样的问题 那也就是说 维持健康体重 就是一个防癌的一个关键因素 也就是说如果能够控制热量 维持正常的体重 就是一个防癌的一个关键因素 因为除了刚刚说的脂肪因素之外 控制热量 维持健康的体重 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就是可以降低身体脂肪的这个含量 而且可以避免所谓的糖尿病啊 这些问题或心血管疾病 更是防癌的一个关键因素 因为欧美的研究显示 越高越胖的这些女性 在停经后 越容易罹患乳癌 那肥胖的男性呢 得到色腹腺癌的几率也比较高 也就是说 当男性体重超过了正常体重的20% 那就比那些体重正常的男性 会高出4倍的风险 好 那过量的盐分 会使得胃中的致癌物质作用呢 会增强 经过世界卫生组织 就是WHO的这个发布警告 上面说有三分之一的 结肠癌 乳癌 还有肾脏癌 还有消化道癌症 跟这个体重超重呢 是有关系的 那也就是说 高盐分的食物 最容易得到胃癌 就像日本人 最会得到胃癌 因为他们喜欢吃高盐的这个腌制食物 而且他们是普遍的吃这种腌制食物吃的比较多的国家 日本是算是吃的比较多的国家 那所以呢 日本发生这个胃癌的发生率就是非常高 那胃癌使得胃中的致癌物质作用增强 这个是在医学上也是发现说 盐分呢 里面含有的钠 钠离子会促进胃细胞的发炎作用 也就是说胃的细胞很容易受到钠的触发而产生发炎的作用 那其他不正不正常的快速生长 而使得这个 就是说而使得这个胃呢 会有不正常的快速生长 高原分使得胃中的胃癌物质增强作用 就造成致癌 胃呢 就会造成致癌的现象 那另外一个议题就是亚硝酸胺也是一个致癌物质 也就是说现代人的一个饮食方式 也其实承担了很多得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 为什么呢 因为现代人的饮食方式 尤其是外食频繁的时候 大量的依靠这种加工食品来果腹 加工食品就多半都是属于这种高原分的食品 要么不是高原分 要么就是属于这种烟熏制品中 会添加很多的亚硝酸盐 亚硝酸盐就很容易跟胺类 食物有含有胺类的食物结合 也就是说硝酸盐跟食物中的胺类结合之后 在肠胃道中会形成所谓的亚硝酸胺 亚硝酸胺就是一种一种致癌物质 那控制热量跟脂肪的摄取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综合美国癌症协会 还有日本国立的一个癌症中心 还有其他专家的建议 认为说要预防癌症 就是要控制饮食中的热量 还有脂肪的摄取量 要维持正常的体重 就可以减低大肠 脂肠癌 乳癌 子宫内膜癌 还有色腹腺癌 肾癌 这些多种癌症的风险 素食店的套餐 它的油脂可能呢 就已经超过了40克了 上班族的女性啊 还有男性一天需要的热量 大约就女性大概就是1600卡 然后呢男性就是2000卡 也就是说他们如果这样算起来 脂肪的摄取量一天呢 最好女性呢是在50克以内 男性呢就是60克以内 这样是比较好的 但是你在素食店吃一克的高油脂 在素食店的一克高油脂的套餐 就比如说点的是牛肉汉堡 牛肉汉堡再加上一个中包的薯条 它的油脂可能就会超过40公克了 所以要小心 这样就很快的就是油脂的含量 就会超标 那高油脂的食物 说实在的就是应该要少吃 因为高油脂的食物像炸鸡啊 中包的薯条啊 牛角面包啊 这些油脂量都是加起来就超过20克以上 所以每吃一份就占了一天 所需要三分之一左右了 所以应该要少吃这种含有脂肪高的炸鸡块 薯条还有牛角面包 而且除了油脂的含量要控制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要很小心的慎选油脂的来源 也就是说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鱼类还有适量的坚果 这些油脂啊 这些像这个鱼类啊 坚果类所含的油脂 它是属于比较健康的 因为它是属于不饱和脂肪酸 那我们就是建议说 一天呢至少吃三次 富含这种Omega3的脂肪酸的鱼类 可以减低乳癌跟色腹腺癌的风险 包括秋刀鱼啊 青鱼啊 排鱼啊 还有水煮油鱼 水煮鱼 还有沙丁鱼 那要限制饱和脂肪酸的摄取量呢 我们可以有哪些方法呢 就是说限制饱和脂肪酸的摄取量 就是要少吃红肉啊 加工食品啊 加工肉品啊 还有全脂乳制品啊 要限制自己一星期 不要超过一次以上 就是说红肉要少吃 就一个礼拜不要吃大的那个牛排 一克大牛排尽量少吃 而且小心反式脂肪酸 少吃人造的植物奶油 高饼啊 饼干啊 点心啊 这些烘焙加工食品要少吃 那要少吃那些 炸的啦 煎的啦 爆炒的啦 等这种高油高温的喷调方式 煮出来的食物 每天要怎么样才能够摄取到 五种以上的这种蔬菜水果 那么就可以降低 20%的各种罹癌风险 那应该说 每天摄取五种的蔬菜水果 就可以摄取充足的纤维 膳食纤维 那因为我们认为说 建议每天至少要有25克到30克的膳食纤维 这样呢 就可以减低大肠直肠癌 乳癌的一个风险 那我们每天呢 最好都是吃那种全骨类的食物 这样是最容易得到膳食纤维的 比如说 一碗的五谷炸凉饭 就可以提供两克的膳食纤维 那糙米饭可以提供1.8克的膳食纤维 两片的全麦吐司 可以提供1.6克的膳食纤维 那蔬果中的植物性化学物质 是能够预防多种的癌症 这个研究报告有这么说 就是Phytochemical 它本身就是被确认 是可以预防这个癌症的 那所以我们应该每天呢 至少要吃三种以上的蔬菜 两种以上的水果 那一般比如说一盘地瓜叶 就可以提供3克的膳食纤维 一盘芥菜 芥兰菜可以提供2克的膳食纤维 一颗芭蜡可以提供7-8克的膳食纤维 一颗柳丁可以提供3克的膳食纤维 一颗苹果可以提供2-3克的膳食纤维 那比如说半杯的豌豆可以提供2.5克 还有半杯的扁豆也可以提供3-4克的膳食纤维 那蔬菜水果就是含有各种的抗氧化剂 以及植物性的化学物质 这些都已经在文献上证实能够预防多种的癌症 那深绿色的蔬菜中的比如说β胡萝卜素含量也是很多 那所以呢每天能够吃这些含有很丰富的这个胡萝卜素的食物 可以减低食道癌呀喉癌呀肺癌呀的风险 那每天吃一种深色的蔬菜水果或者是柑橘类 或者是这个红色啊以及黄色的蔬菜水果 还有其他的食物 那像胡萝卜 甜椒 番薯 木瓜 葡萄柚 这些 那深绿色的蔬菜中的一个胡萝卜素含量也很多 像菠菜呀绿花椰菜呀 或者说青花椰菜呀 或者是绿色的这个蜗具 都是一个很好的β胡萝卜素的来源 那每周呢至少吃三次以上的十字花科的蔬菜 因为吃十字花科的蔬菜可以减低乳癌 子宫颈内膜癌 还有肠胃道的一个或者是呼吸系统的癌症风险 那每周建议就是说至少要吃三次以上的绿花椰菜 高丽菜 橄榄菜 这些十字花科的蔬菜 那要多吃含有茄红素的蔬菜水果 可以降低得肺癌呀 色护腺癌呀 胰脏癌呀 这样的风险 尤其煮熟的番茄 西瓜 红肉的葡萄柚 都是茄红素的一个食物来源 那每天呢能够吃一点蒜啊 葱啊 姜啊 这些辛香料 它是有抗癌的 它是算是有抗癌的食物 那每天吃一点 像这些大蒜啊 青葱啊 洋葱啊 姜啊 这种辛香料的食物 含有抗癌的食物 那就可以降低胃癌 大肠癌 还有其他癌症的风险 尤其是大蒜里面的一些蒜精 含有多种可以抑制癌细胞的一个化合物 每天吃黄豆相关制品 可以取代部分的肉类跟蛋白质 可以降低乳癌前列腺癌的风险 那另外呢 也要摄取低脂 或者是脱脂乳 乳制品 还有鱼肉类 含有很多的钙质 维生素D的食物 这些呢 最好能够摄取这个鱼肉类 可以降低大肠癌 直肠癌 色护腺癌的风险 而且如果能够从 颧骨类 绿花椰菜 洋葱 番茄 鱼类中 摄取到含有 喜的这样的一个元素的食物 还可以减低乳癌 色护腺癌的风险 也就是说 食物中除了钙质 维生素D之外 这个喜呢 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他们呢 都是可以降低乳癌 色护腺癌的风险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改变饮食习惯 饮食的来源 最好是多种多样 这样可以降低很多 比如说 你如果吃同样的食物的时候 或者是同样来源的食物的时候 就很有可能吃同样的一个农药的残留 那这样子不是对于这个农药的残留 摄取的风险就大大的提高吗 所以呢 如果我们食物的来源 可以多种样 多种多样 就是多样化 这样多样化的食物来源 就是可以降低很多的风险 包括就是包括得癌症的风险 或者是说 吃到有毒物质的风险 都是可以降低的 这包括不同食物和不同的来源 比如说少吃花生相关的制品 包括花生糖 花生酱 那尽量不要用高温 高温作为烹调的这个方式 改用水炒啊 或者是水炒之后 加盖子 利用这个锅子的余热 把这个蔬菜呢 或者是或者是食物煮熟就可以了 而不需要高温的油炸 因为高温的油炸 势必把这个油烟呢 炸出油烟 也是会把高温呢 提高的这个发烟点 就是发烟点的几率呢 就会提高 那也就是说会增加发烟点 就增加发烟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想办法减少油烟 好 这样就是我们 饮食上 如果你已经改变 习惯都是用水煮的啦 清蒸的啦 那是不是在厨房客厅的油烟 就会少很多 那避免油烟的方式 就是首先就是要正确的装置 这个抽油烟机 也就是抽油烟机的高度 要就是可以大量的吸 吸出这个制造出来的油烟 那喷调的过程 最好是采用水煮凉拌 蒸 炖 卤 以及烤的喷调方式 因为这种水煮啊 凉拌啊 蒸啊 炖啊 煮啊 烤的喷调方式 就是可以避免油烟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在 餐饮制作过程 我们就是要利用一些辛香料 来制作好吃的食物 因为油烟油炸的制造出来的香料 我们是不是就是用天然的辛香料来替代 就更好了 而不需要油煎油炸 把这个香味逼出来 那另外要跟大家提醒的 就是说在烤肉的时候呢 应该要搭配维生素C 或者是含有很多的维生素E的蔬菜 因为烤肉的时候 能够搭配维生素E 或者是维生素C 或者是β胡萝卜素高的食物 像那些深绿色的食物啊 或者是深色的食物 他们所含的维生素C 维生素E都比较多 或者是β胡萝卜素 比较多的食物 那可以烤这些蔬菜一起吃 就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因为它就是可以把烤肉 所制造出来的那些 有毒物质可以做一个 中和或者是排毒的这种效能 那更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绝对不要吃烤焦的 烤焦的啦烤黑的那些烤肉呢 千万不要吃 那颜色过于鲜艳的食品 有可能有过量的添加物 这个也要小心 所以呢 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 要少吃腌制品发酵的 不当发酵的食物 包括像咸鱼呀 花瓜啦 豆豉啊 酸菜呀 梅干菜呀 这些 那另外呢 就是说颜色过于鲜艳的食物 或者是零食 最好也要 不要购买 因为呢 最好要避免购买这些 颜色过于鲜艳的食物 或者是零食 因为它有可能就 添加了过量的添加物 就说色素啊 或者是其他的 这种添加物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例题 那例题一就是 有哪些食物 是含有大量的消化酵素 像木瓜就含有 含有大量的木瓜酵素 凤梨就含有很多的凤梨酵素 那这个奇异果 就含有很多的蛋白酵素 还有一些麴菌 也都是含有很多的一些消化酵素 那例题二 就是常见可以当作开胃菜的原料 有哪些 可以当作开胃菜的原料 就是包括了像那些酸甜 酸甜甜 会吃了以后会有酸甜甜的那些生菜沙拉 或者是优格 或者是像花椰菜啊 或者是萝却啊 还有小黄瓜 这些都是可以当作开胃菜的一个原料 那另外泡菜 像泡菜啊 还有泡菜小黄瓜 也都是尤其像菊菊啊 菊菊啊 还有日本的最有名的就是它们的梅子 它们的酸梅 就是一个很好的开胃菜 那另外我们中国的泡菜 中国的泡菜啊 也是 韩国的泡菜也都可以 萝卜 还有胡萝卜 这些都是可以当作开胃菜 那例题三 每天五种蔬果有哪些好处 其实如果说每天五种蔬果是还不够的 应该要说每天至少儿童是五份的蔬菜水果 女人呢 要有七份的蔬菜水果 男人呢 要有九份的蔬菜水果 所以严格的说应该要每天都要五七九这样子的蔬菜水果分量 那它有哪些好处呢 好处就是说 它能够能够使得吃进去的食物 含有很多的维生素C维生素A 还有β胡萝卜素 还有铁啊 铁啊 铭啊 铭啊 钙啊 锡啊 这些元素 那这些元素都是可以增强免疫力 那还有很多的维生素矿物质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这个消化吸收 还有可以使得我们可以增加免疫力的能力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例题是避免油脂油 避免油烟的方法有哪些好 例题是就是避免油烟的方法有哪些就是要有适当的抽油烟机 好要高度要架设对再来就是避免油煎油炸油炸的喷条方式避免高温油煎油炸那尽量在喷条食物呢尽量是用水煮的蒸的或者是炒的那或者是烤的这种方法来替代 妳们还可以用一些香料调味料啊自然的调味料来喷煮食物 就不必用高温油渣的方式逼出香料香味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本章的总结跟回顾 那本章的介绍就是让大家了解 开胃菜本身就是能够促进食欲 因为开胃菜的特色就是有酸甜甘 酸甜甘的特色 所以呢 它就是有可以润喉 有润喉可以促进 促进削 唾液还有消化 消化液的 还有胃酸的一个分泌的一个特色 所以呢 开胃菜就是能够促进食欲 那要慎选油脂的来源 本章也介绍了很多 就是哪些油脂的来源比较好 比如说核桃啊 天然的核果啊 鱼油啊 还有Omega3的这种油脂呢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油脂呢 就是比较好的油脂 还有必须脂肪酸的油脂来源 就是比较好的油脂 那另外呢 对于这种 动物性的油脂啊 就是因为它含的 饱和脂肪酸比较多 所以我们要尽量减少 饱和脂肪酸的摄取 那另外呢 反式脂肪酸 像这个 所谓的氢化油 就是很容易含有一些反式脂肪酸 它是不利于心脏血管的 那另外我们今天的课程也让大家认识了解 每天应该要摄取五蔬果 它的优点就是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多的 可以增强免疫力的那些维生素啊 矿物质啊 膳食纤维啊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消化吸收 因为这些新鲜的蔬菜水果 本身含的消化酵素就很多 比如说木瓜有木瓜酵素 凤梨有凤梨酵素 那奇异果呢 有这个蛋白质的酵素这些 那这些蛋白酵素呢 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些酵素 那这些酵素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消化 吸收我们的食物 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 吸收营养素的这些能力 那再来就是这些新鲜的蔬菜水果 可以增加我们身体一些 钙啊 铁啊 锡啊 维生素啊 矿物质啊 还有植物 植物化合物质 phytochemical 这些物质 那就是有抗癌的效果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些我们在本章呢 就是有做了这么个介绍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本章了解这些重点 那以上这 这是本章本单元的总结跟回顾 这些重点